这个世界的魔物竟然也是可以吃的 而且鸡肉味嘎嘣脆 连这个美少女将军都亲自品尝过 没有了那位皇太子的打扰 两人便不急着讨论归还饭饱的事情 而是先互相交流了一下情报 魔物可以吃就是争得告诉象马的 当然他们口中的魔物 并不是长相酷似人类的魔族 这就不得不说起魔物和魔族的区别了 虽然二者都沾了个魔字 但在十年前的讨伐战中 魔物所经之处全都哀红遍野 他们长得奇形怪状 还会以人类而食 与之相对的魔族的形式作风 就跟人类比较相似了 训练有素 以压倒性的实力击溃讨伐军 有人宣扬是因为一部分魔族 吞噬了人类的大脑获得了智慧 不过贞德觉得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后来讨伐军和魔族军陷入了僵持状态 袭击人类的就只有魔物了 贞德当初品尝的是一种 长了两对翅膀的巨大蟒蛇 这个形象倒是跟神话症的 羽蛇神非常相似 夏马惊讶 贞德身为女王的妹妹 竟然能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下口 她也很好奇 第一个尝试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没想到贞德告诉她 那是因为侦察部队 发现了烹饪过后的魔物残骸 应该是魔族在食用魔物 听到这里 夏马就觉得魔族和魔物的关系 似乎有点像人类和动物的关系 后面的话就不能外传了 夏马让利西亚停止会议记录后 才重新开口 在她这个异世界的人看来 动物和魔物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而兽人族或是伴龙人这样的种族 和魔族之间的界限 她也分不清楚 这下连哈克亚和利西亚都连忙阻止她了 这种说法要是传出去 可是会导致种族歧视的 可夏马以前生活的世界 只有人类和动物 在她看来 事实就是这样的 被西亚马这么一提醒 几个异世界土著才意识到 一直以来 他们都是靠感觉 来区分人类和魔族的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很有可能导致大陆大乱 比如阿弥多尼亚公国 这种人类至上主义的国家 或者高等精灵 等不承认多种族的族群 就会攻击其他族群 兽人族和伴龙人 也可能会被认定为魔族 而遭受压迫 好在参与这段对话的 只有他们几个 这件事今后也只会由帝国和王国 进行持续研讨 接下来就要讨论贩宝的归属权了 双方 一个觉得阿弥多尼亚公国有错在先 凭什么说让我还他领地 我就得还呢 一个觉得那毕竟是人家的领地 而且人家还被我帝国罩着 你要是不还 我们帝国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啊 这么聊下来 就只有一个解决方式了 那就是公国作为过错方 需要向王国支付赔偿 并保证再也不骚扰王国 这个方法合情合理 对帝国也没什么损失 还能杀鸡儆猴 给其他加盟国看看 侵略别国领土的后果 双方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解决完这件事后 真的好奇地问向马 为什么不加入人类宣言 向马总不能现在就告诉他 这份协议里藏着一个隐患 可说谎的话 又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只好表示 他们王国的确是想与帝国并肩同行的 只要玛利亚女皇还在坚持 人类团结一致抗击魔王军的理念 他就承诺 王国绝不会站在帝国的对立面 为此 他们两国可以结成秘密同盟 向马告诉珍德 王国接下来会将军队 归于统一指挥之下 所以他们王国 可以帮帝国派遣军队 救援人类宣言的盟国 好家伙 这是直接划了一半的势力范围啊 而珍德还没有察觉不对 接着向马颁出了大意 现在可是人类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我们国王由此觉悟 为人类而奋斗 于是珍德就真的信了他的鬼话 同意下来 向马便让哈克亚给了珍德 一个简易的接收器 之后 珍德再给向马留一个 这样他们双方就能随时保持沟通了 珍德惊叹于向马的智慧 竟然提出了一个离谱的要求 别的国家都是挖人才 挖资源 这人竟然直接挖别国的国王 珍德小脸通红地问利西亚 他的父王什么时候复位 到时候就把向马交给他们帝国吧 不管是宰相还是其他职位 都任君挑选 或者跟他皇姐结婚 直接当国王 利西亚气得破口大骂 你这人 怎么还帮姐姐抢别人老公啊 爱夏也嚷嚷着附和 其实珍德就是看上了向马的才华 如果他能和自家姐姐强强联手 帝国肯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李侠一拍桌子 去你的 向马对于我 我们王国来说 是不可缺少的 向马赶紧安慰利西亚 自己是不会答应帝国的 珍德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 又重新回到了正式上 对于范宝的归属 双方已经基本无意义 但还是需要玛利亚来拍板决定 同时 珍德提议 他们两国可以互相派出几名外交官 这样也方便之后的沟通交往 不知不觉 他们已经聊到了第二天凌晨 最后 珍德告诉向马 另一个关于魔族的情报 在魔王林中 有一位被称为魔王的存在 他们的语言学家 根据魔族说的话 推测那位魔王的名字 应该是 迪瓦尔罗伊 向马念叨着这个名字 却突然感觉 好像在哪里听过 接着 想着想着 就有些晕 被利西亚带回房间 整着大腿 睡了过去 第二天就告知了皇太子 关于贩宝的处置方法 他们王国可以将贩宝归还公国 并撤离军队 条件是 公国需要向王国支付战争赔款 除此之外 还有赎回俘虏的金额 皇太子自然是不愿意的 但他不愿意也没办法 没有帝国的帮助 他啥也干不成 如果不接受这个方案 帝国将不再插手此次争端 并将阿弥多尼亚 从人类宣言中除名 尤里乌斯一下就慌了 如果失去了人类宣言的保护 那他们国家孤立无援 很可能会被周围的三个国家瓜分 他知道 自己没有父亲那样的威势 能够震慑邻国 最终只能接受 金额是公国两年的国家预算 可以分十年付款 公国的国家预算 一半以上都是军费 也只能削减这部分支出了 当然 分期付款是需要抵押物的 项马要求的抵押 就是公国的广播保珠 以及城堡里藏书库的书籍 提到广播保珠 尤里乌斯还犹豫了一下 一说想要那些没用的书当底呀 他可高兴了 殊不知 这是项马在封锁他们 获取知识的途径呢 剩下的就是互相归还俘虏了 尤里乌斯还问了一嘴 自己的妹妹露露亚 在不在俘虏之列 项马告诉他 听说在王国就来之前 那位公主就已经走了 这个王子 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 竟然还要提防唯一血亲的妹妹 想夺他的王位 所以在项马问到 需不需要帮忙找一下的时候 他直接拒绝 很快双方就签订了协议 这场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分别之前 项马给了尤里乌斯几句忠告 千辛万苦得来的国土 易于治理 轻轻松松得来的国土 难以治理 他项马就是凭借实力 击溃公国军队才得到的饭饱 之后还排除了贵族骑士等一切可能成为政敌的人物 就这么治理下去也没什么问题 可尤里乌斯却是依靠帝国的威势才拿回饭饱 想要治理好这片土地 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行 结果尤里乌斯直接打断他的话 这是他的国家 如何治理 他说了算 休整之后 项马他们率兵回王国 路上看到饭饱的市民 全都是一副担忧未来的表情 本可以忍受黑暗 前提是 不曾见到光明 项马治理下的饭饱 让他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由 而现在他们的新国王 很可能会将那些东西重新夺走 正所谓 苛正猛于火 如果项马他们王国军队是老虎的话 公国的苛正才更会让人民感到恐惧不安 不过 这都不是项马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很快 项马他们和侦德都回到了各自的国家 侦德向玛利亚汇报了具体情况 玛利亚迫不及待把妹妹抱在怀里充电 接着忍不住问她 那位项马国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侦德便将自己看到的项马描述给了黄姐 这人总是会层出不穷推出新想法 并宣称在自己的世界是常识 他提到了项马认为的魔族与魔物之间的关系 玛利亚听到这个观点也愣了一下 有只项马想和他们帝国建立秘密同盟 并提出大陆西部的军事防守交由帝国 由王国来承担大陆东部的防守 玛利亚却突然小出声来 感慨 那个之前被他们关照的弱小王国 竟然已经成长到能独当一面的程度了 看来关于勇者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王国有传说 说勇者是能够引领时代变革的人物 回顾最近的形势 可不就是变革吗 玛利亚对项马产生了非常浓烈的兴趣 只期望能有一天和他面对面交谈 而此时的项马操纵大手办去了冒险者公会 紧接着 利西亚代表项马国王出现在冒险者面前 感谢他们接受了委托 这是专门为他们举办的庆祝会 和项马手办一起的冒险者小队也在其中 一个接一个的劝酒 直接把大手办给灌晕了 利西亚只好喊人把大手办给抬回了房间 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项马是真的在手办里 项马表示 他也有自己的人情往来 利西亚却已经看透那个绿毛妹子对他的想法 哎呀 那位就是优诺呀 长得还蛮可爱的哦 项马赶紧解释 自己跟他什么都没有 话虽如此 可利西亚也什么都没问呢 嗯 嗯